我们看到被国民党列明不分区立委第一名的前景大教授 叶玉兰日前谴责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是杀红眼的暴徒 而这个说法他再次上广播节目解释他是挺法治的 我们来听一套说法 穿着黑衣就是蒙面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说实在在口罩背后是谁我们也搞不清楚 我觉得你既然你不要说你是学生是年轻人就可以做这些事 因为你影响的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说看到是他们杀红眼杀红了眼 叶玉兰表示香港反送中行动不能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他身为一个警政学者一定要挺警察 而另外名列国民党部分区立委名单当中还出现了邱毅 而邱毅日前也在脸书上大方评论 他说支持一国两制和两岸统一 那他也说台湾强调言论自由 他支持统一有人支持台独 为什么支持台独就没事 而支持统一的就要受到攻击抹黑 不过他这样言论一出之后也受到网友抨击 那也有网友建议邱毅干脆不要当立委 放弃台湾的身份移居到大陆去 这样不是更好 放弃台湾的身份移居到大陆去 或者看清楚 这是说台湾强调言的 但是我说台湾强调言的 但是我说台湾强调言的